酒辆装甲车在从台湾运送到新加坡途中在香港被查扣 中国外交部已就此事正式向新加坡提出交涉 要求新加坡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国的《环球时报》今天发表社评 将事件责任完全归咎于新加坡 称这是自投罗网 北京对新加坡与台湾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早已心知肚明 但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机向新加坡发难呢 好 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 李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今天发表的社评 将这起装甲车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新加坡这个方面 社评说把装有这些装甲车的货柜卸到香港码头上 直接激活了香港必须扣留调查这批武器的法律 但是新加坡我们注意到联合早报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报道说呢 说中国方面早就盯上了这艘装载装甲车的货轮 那么事实情况究竟是如何 您认为香港海关查扣这批装甲车背后的真正目的和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装甲车这个事件啊 媒体还有一些分析人士做了过度的推测 还有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一些分析了 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简单 它的一个根本的起源呢 就是这个新加坡军方所雇用的这个商业的航运商啊 它发了一个技术运送 在香港这边 第一它本来不应该卸货的 不应该卸载这个货物到地上 然后它卸载了 还有就是它这个在香港转口这种军火设备需要进出口许可证 这个产运商显然这方面没有做好 所以它最直接的起源就是一个技术性的原因 所以后面的很多解读呢 把中国跟新加坡关系有南海问题 然后又是这个总是军火 又是什么线报等等 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完全做了过多的解读 但是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 对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装甲车事件呢 实际上是和台湾与新加坡之间的军事关系有关 那么北京呢 也早已知道这个新加坡与台湾之间的这个军事关系 那么是什么原因您认为呢 促使北京选择利用这次装甲车事件来向新加坡来发难呢 刚才您说不要过分解读 但是中国的官方媒体的确呢 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过分的解读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环球时报的它很多评论 射评的东西也不可信 它是完全以这种商业民族主义为目的 所以这些东西不要太理会它 这个我也不认为中国官方在利用这个事情 中国官方外交部发言人有一些评论有一些回应 它是被媒体给逼的 那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事情也闹出来了 然后媒体呢 然后还有国内的民众 民族主义情绪呢 网上啦 对新加坡都有负面的评论 所以他外交部的官员他必须有所回应 要不然最后骂的就不是新加坡了 骂的就是外交部了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最后走到这一步 其实完全没有太大必要 现在不光是新加坡这件事情 我们最近发现在涉及到这个中国 也周边很多国家的事情时候 发生了小事情 就是国内的网民啊 还有媒体 尤其是环球时报这样的 民族主义情绪比较浓的 这个马上上纲上线 一会儿要提这个国家 一会儿要给那个国家一点颜色 要惩罚那个国家 这个这些言论其实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而且我也不认为它代表官方的一些立场 好的 那么我们继续呢 这个接着刚才这个问题讨论 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它的社论呢 要求新加坡政府道歉 并且呢要说要给一个说法 那么您认为新加坡政府会如何处理这次危机 新加坡呢是会选择向北京靠拢呢 还是进一步会导向美国 这个问题不会影响新加坡的对外关系 或者外交政策 也不会说对新加坡与美国与中国关系造成太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事情啊 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历史角度 还有很多现实角度来看 这个新加坡在台湾的这个军训 它是已经是持续到几十年了 而且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新加坡跟中国建交的时候 这个事情是摆在台面上说的清清楚楚的 中国方面大陆方面的这个事情是不追究 没有任何意义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同意的 所以而且这么建交之后 在二十多年 这从来没有成为任何一个事情 官方也好 中国军方也好 还有学术界也好 对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意义 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它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 出现小插座 然后这个媒体开始炒作 然后一些国内 中国国内的一些分析人士 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 它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 就是中国国内对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 确实有一些不满的情绪 当然这也包括这个中国国内 对新加坡跟美国的这种军事安全关系 有一些不满的情绪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个事情不会说闹到 北京官方这边要求新加坡道歉 或者是对这个问题 做一个什么样的交代 或者是说要求新加坡要结束 或者终止在台湾的这种军事这些项目 我觉得还不至于到这一步 环球时报它喜欢哗众取宠 它喜欢从民主主义的角度去 阐述一些立场 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官方 应该说我认为 这个问题不会给新加坡 与中国关系带来太大的影响 好的我们感谢李明江教授 在新加坡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